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名身居副国级高位的国务委员已有两人被免职 李尚福和秦刚被免职 是不是也意味着相关的调查已经到了一个阶段 但官方没有公布接替李尚福的新房长的人选 这有点不太寻常 在今年三月出任国务委员间 国防部部长的李尚福已有近两个月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 他包括缺席了9月28日的中国国庆招待会 李尚福是在8月29日最后一次出席公开活动 他当时是在北京参加一个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并做主旨发言 这是中国官方8月底以来首次披露李尚福的动向 而在新华社的报道中没有说明他被免职的原因 当然关于为何不立即公布接替李尚福的新房长 除了人事任免程序相关 那还有一个放在明面的答案 那就是这里无责任分析一下 那如果宣布了新的房长 那就新的房长也不受美国制裁的话 那美国那边就有借口要求立刻重新建立军事管道了 那北京将在10月29日起举办香山论坛 中国房长一般会在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 外界原本是预计官方将在香山论坛登场前任命新房长 那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正丽 是目前出任房长的热门人选 金刚和李尚福从这么高的位置被移除了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两人都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 两人到底犯了什么错 中国官方不公布 我们也无从谈起 但要知道两位此前都是国务委员 按照国家公务员的级别 应该也是仅次于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的国家公务员了 抛开所有的听床和传闻 对待两位如此高级别的公务员 说免职就免职 不给出任何理由 那是否也证实现在的中国几百万公务员 虽然谁都可以以为自己可能会是例外 但这一次借着这么高级别的公务员 说被免职就被免职 那是不是下面的千千万万的公务员 也被带来了一场小小的震撼 另外一边江苏省有14个部门 日前是联合决定实施重点群体创业推进行动 这鼓励全省如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 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再编人员 在保留体制内身份三年下离职创业 那由此却引发了借此减少人事开支的质疑 综合经济日报财经网等媒体的报道 江苏省人设厅发改委教育厅等14个部门 前段时间是联合印发通知 要决定在全省实施重点群体创业推进行动 通过完善落实扶持政策优化创业服务 力争实现2025年每年支持 20万人成功自主创业 报道指出 基于中国国务院及人设部分别于2015-2017年 印发的相关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业 且提供三年再编身份及基本待遇保障的基础上 江苏省上述新措施较以往更具针对性 在重申支持的政策同时给出了务实的操作细则 那根据报道江苏省的这项新措施规定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职创业三年内 可保留人事关系 也就是说这个人事行政资格 虽然你创业了 但你的这个编制还在 期间可依法继续在原单位交纳社会保险和职业年金 且正常晋升级别清级工资 并按规定连续计算工龄 还可同等参加专业技术职务的评聘 和岗位等级晋升等等 报道说这些措施给那些尚在犹豫中的 专业技术人员吃下定心丸 降低了边内人员离港创业的机会成本 让他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带着科研成果投身伤害 虽然如此江苏省这项措施 却印发了非常多的中国民众的网络上的质疑 有人就说江苏省是全中国的经济大省 却带头鼓励载边人员下海创业 不禁让人想起1990年代的下岗及下海潮 看上去似乎是没钱了 其他省的状况更可想见 另外有人认为同样是下岗及下海 当时在90年代中国经济是处于上升期 下海遍地是机会 如今下海还有机会吗 更有人说这个时候下海就形同于失业 谁下谁傻还有人说这就是便乡下岗 一旦离职一切都会发生变化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江苏省的这14部门 共促重点群体创业措施 发布于9月26日 在将近一个月后逐渐受到更多关注 或许正是因为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大 新华网在出了一个专门的网评文章去解释 鼓励载边人员下海创业并非是简单的停行留职 但解释提到这类停行留职在适用人群和范围上有明显不同 众所周知 上世纪两次比较明显的体制内人员下海潮 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即包括事业单位人员 也包括公务员编制 而这次江苏的探索主要是偏重于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 实际影响范围要小得多 针对性也更强 第二解释提到 这次的停行留职主要是为了鼓励技术领域的创新创业 并且是建立在科研技术人员数量达到一定规模的基础之上 这与此前的停行留职所对应的更复杂 社会现实有着明显不同 因此其真实效果目前来看也有待观察 鼓励在边人员下海创业 在一些人看来可能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是他为什么会发生在江苏 而且是率先发生在江苏 这个被认为是中国最发达经济最强劲的严海省份之一 仍然应该还是那句话要重申一下 谁都以为自己会是例外 其实在一年多之前就传出了江苏的公务员工资下调的相关报道 但是发表在财新媒体上的一篇文章在公布之后是迅速被删 在2022年的6月当时财新的报道提到 中国东部严海多地公务员是陆续遇到降薪的待遇 各地取消了各类自设的奖励性补贴 公务员的工资下调幅度约为两至三成 报道提到这次的调薪风暴中 包括广东 包括浙江 包括江苏等地的公务员受冲击较大 你一看这都是严海的发达省份 是经济强省 深圳农华区一位科技干部就估算 自己的收入将缩减超过10% 算上过去加上各类的奖金补贴 七年薪可达37万左右 而江苏松南地区一个副科技干部降薪幅度 大致为25% 到手薪酬减少就约10万元 而宁波以乡镇基层科员则表示 此次调薪将直接砍去占其收入四成的奖金 尽管每月基本工资加了2000 但年收入总体仍下降约三分之一 而浙江的一个科技干部就直接这么说 他跟财新记者说 经济越发达的地方降得越厉害 在财新的这份报道中提到内陆地区 此次未受到明显的影响 有学者就分析说 多地公务员预降薪潮是主要源于 近来地方财政收入的下滑 自疫情爆发以来 多地地方的财政收入增速放缓 以此降薪明显的浙江为例 在疫情开始前 浙江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连续三年保持10%的增速 在2020年其增速跌周跌至2.83% 除了疫情影响了导致公共预算收入下滑 土地出让金收入减少及增底退税政策也加大了地方财政的压力 增值税留底退税政策影响下 东部沿海多城在2022年的4月财政收入就是大减的一个状况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21显示 在2025年中国财政收支缺口预计会达到约10.7万亿元 会预见未来的政府财政大概率会更加的吃紧 另外根据互联网上的公开数据 2022年全中国一季度的出让金5629亿元 同比下滑57%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经北京土地出让金同比增速为正 增长81.09% 其他30个城市的土地出让金都是负的 那再回到中国重点 群体创业推进行动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职创业三年内可保留人事关系 安潜台子是不是就是就给你三年时间 之后不管你能不能创业成功都要和你白白的意思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的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 六度简报网网址是六度brave.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 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